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首先与网友们分享的是 比利时在欧洲议会腐败调查中指控四人 因为比利时法官周日指控四人涉嫌从一个海湾国家收收金钱和礼物 以影响欧洲议会的决定 这些指控在布鲁塞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作为对洗钱和腐败调查的一部分 检察官周五在布鲁塞尔搜查了16处房屋 并没收了60万欧元现金 6人最初被拘留 检察官在一份市民中4人被起诉 2人被释放 他们没有透露任何相关人员的姓名 检察官表示 他们几个月来一直怀疑一个海湾国家 试图影响布鲁塞尔的决定 一位了解此案的消息人士称 是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 一名卡塔尔的官员否认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的指控 卡塔尔政府与所报道的说法的任何关联 都是毫无根据和严重误导的 这位官员说 卡塔尔通过对该机构的参与 并完全遵守国际法来开展工作 欧洲议会周末表示 鉴于比利时的调查 他已暂停了其副主席之一 希腊社会主义者伊瓦凯利的权利和辞责 希腊社会党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们将开除凯利 那么这个事已经喧嚣了两天了 除了这种冠冰堂皇的新闻报道之外 它背后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 欧洲议会在审议卡塔尔筹备世界杯期间 是否保护了这些参加场馆建设的劳动者 是否存在大量的非人道的行为 因为各方面媒体报道 仅仅是卡塔尔这些场馆建设者 就死了工伤就死了500多人 这个还是公开报道的 当然这个建设主体很多是中国人在那地方建设 那么中国真的死了人 中国也不会报道 那么欧洲议会对这个表示关切 那么卡塔尔就通过贿赂 找到了欧洲议会的副主席 这也是高级别的欧洲议会的官员 希腊社会主义者伊瓦凯利 而且这个伊瓦凯利的丈夫也卷入了这个会卵 所以说中东这些国家 他们就是拿腐败开路 整个卡塔尔取得这样一个举办权是非常肮脏的手段的 这起案件是被曝光的 大量的是没有被曝光的 相反 像卡塔尔沙特这些国家与中国打交道 他们就没有这个后顾自由 送钱收钱 大家都是相装无事 收口如瓶 第二条与网友们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马斯克威胁他的员工 你如果胆敢在泄密 我就要起诉你 马斯克为了驳持别人对他的指责 因为他是经常泄密的 马斯克他在推特上专门写上 说我喜欢泄密 但是如果你泄密 我会起诉你 那么这件事在网络上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你从企业的管理来讲 你也挑不出来太大毛病 因为他是老板 他想泄密 他就可以泄密 但你是员工 员工是与老板签的合同 所以这件事呢 很多人议论 但是又议论不出来一个结果 马斯克他就有这种权利 他就可以实行这种双标 但是很少有企业主 像马斯克这样公开羞辱他们的员工 听起来感觉不是太好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今天美国主流媒体都报道了 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 在机场偷行李 警方已发出逮捕令 这个事呢 是发生在今年的7月份 这个拜登政府的高官 能源部的相当于副部长 他叫布林顿 他是一个很奇特的人 他本身是一名男性 他要把自己装扮成女性 穿女人的服装 要画口红 描眉毛 那么他在今年7月6日 在拉斯维加斯机场 提取行李的时候 他先拿下了一个看起来 比较高档的一个行李箱 然后他又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之后监控录像显示 他想想不对 把它又拿下来 那么拿下来之后呢 他就把它拿走了 那么后来警方在调查谁偷了这个行李 因为这个行李里面有一些珠宝 差不多有5000美元的珠宝 所以这小子还是挺能够识货的 他知道这个箱子里面有好东西 那么警方通过监控录像 最后也没有锁定是谁拿的 但是今年9月 这个布林顿呢 又在明尼阿波里斯机场偷东西 又偷人家行李箱被逮住了 回过头来警方再来查看那个录像 我才发现 拉斯维加斯那个偷行李箱的 也是这个老熊干的 当然了 今天美国保守派媒体 普遍登这个新闻呢 还是对拜登啊 找一些这样的人来做高官呢 是进一步的挖苦与讽刺 但是你跳出党派立场 跳出什么所谓一种开放 就这件事本身是一个特别可笑的人 做的一些特别可笑的事 第四条与网友们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习近平在这一次热热闹闹的 海湾之行闯祸了 那么这个呢 可能中国的媒体不会登 这个报道是来自于伊朗的主流媒体 伊朗人报报道说 伊朗抨击中国支持阿联酋的领土主张 这篇报道他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后 发表的联合声明 引起了伊朗人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这是北京的背叛 在声明中 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中方提到了 波斯湾的三个小岛 伊朗于1971年将其作为历史领土 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称拥有这些岛屿 那么这件事伊朗呢 看的是非常大的 为此伊朗外交部今天召见了 中共驻伊朗的大使 这是非同小可这件事 目前这三个岛呢 是被伊朗控制的 但是原来英国占领的时候 撤出的时候呢 他们是决定给阿联酋的 所以阿联酋一直希望要回这三个岛 那么美国当然也是支持阿联酋的态度 西方都支持阿联酋态度 中国原来与伊朗关系很好 从来不介入这件事 但是这次习近平到中东访问 也许是高兴过了头 在这个问题上大胆的做了表态 他举个例子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中国一般是反对 他与他关系好的国家 谈台湾的问题的 台湾问题的前途未定论 如果中国的盟友突然谈台湾地位未定论 那么对中国就是一个重要打击 这个对伊朗这个问题就有点这个类似 伊朗已经占领了这个三个小岛50多年了 那么现在中国又把自己卷入这个麻烦之中 而且对伊朗非常不利 那么习近平这一次这么大尺度的来介入 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矛盾 而且呢言语上挺阿拉伯这一边 这个不知道是中国外交部想好了的策略 还是习近平的进行发挥 那么伊朗媒体今天有媒体就提到 如果中国继续以这样夺夺逼人的态势 介入中东事务的话 那么伊朗不得不提防中共 所以说在中国舆论呢 一片高调的报道 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国家的时候呢 没想到今天这成为一个重大国际新闻 那么有网友呢 问中国与沙特或者阿拉伯国家的使用贸易 要开始采用人民币结算 怎么评价这个事 那么阿拉伯国家觉得呢 这个事分两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第一呢 是双方并没有就这件事达成最终协议 中文媒体或者中国媒体报道 中国与沙特石油贸易用人民币结算 是习近平在欢迎宋宴会上 他提的号召 他说希望能够在利用上海的石油市场 天然人气市场交易当中使用人民币 他是呼吁 而不是说双方达成了什么协议 这是一个方面的说法 第二个方面呢 沙特或者海湾这些国家 他们与美国的关系非常深的 他也不是说翻脸就能够翻脸的 只是目前民主党政府 与这些中东的这个独裁往事 他们的关系呢 一直不好 最坏的时候奥巴马时期 比现在关系更坏 所以从中东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也不敢把事做绝 因为你共和党上台之后 那共和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去谈判了 那容易出事 所以RT认为呢 这个石油人民币结算 在某些类型的交易也许会发生 但是国际石油美元不可能被取消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RT投资过这个石油 就美国的这个在石油产业 全球石油产业的基金 在华尔街公开发行的 有七千多亿美元 另外相关的一些股票 相关的一些债券 大体上是有三万多亿美元 这三万多亿美元呢 不光是美国人的钱 包括这些阿拉伯人这些钱 你如果美元退出石油领域的话 这三万多亿美元到哪去 而且这三万多亿美元 大部分是这些产油国的 他们的资金 所以说你很难的 你像沙特阿拉伯这种独裁政权 没有美国保护 他们很难存活的 你不要看他们钱多 一个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组织 弄得沙特阿动不欲生 想炸油田炸油田 想炸管道炸管道 所以对于习近平到中东这次访问 你看美国的舆论评价并不太高的 但是中国官方的舆论 不知道哪来的这个信息 那么样的高兴 你还是要尘埃落定 还是要看有哪些实际的东西 第五条是分享三个有关国际主流媒体 有关中国疫情发展的新闻 因为这两天人们都在关注中国的疫情 可能原来很积极讨论习近平的失误政策 现在也没有那个经历了 因为现在像北京已经是泛滥了 现在第一位的是要是保持自己健康的问题了 没工夫顾得了那么多政策 习近平 那么国际主流媒体还是在密切关注 包括周末今天金融时报它的报道标题是 中国消失的数据引发了对隐藏的新冠浪潮的担忧 北京取消了新冠检测要求后 官方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偏低 令分析师感到困惑 分析人士警告说 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进入大流行最致命的阶段之际 中国低估了冠状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 掩盖了这场健康危机的规模和严重性 周五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没有新的死亡病例 只有16363例本地传播病例 不到上个月报告的峰值的一半 尽管过去一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放松了对大流行的严厉管控 但情况发生了惊人的转变 这意味着该病毒肯定会传播 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彻底改变 允许无症状或轻症状的病例在家中隔离 而不是集中隔离 并削减了中国大规模的检测和接触者的追踪要求 在新冠病例每天创下4万例的历史新高几周后 情况突然逆转 尽管官方数据表明病例减少了一半 但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实地观察表明 包括北部河北省保定在内的一些城市 出现了高感染人数 他说更多大城市将很快承受类似水平的感染 像香港一样 实际的感染数据将不再提供信息 随着官方感染数字的下降 政府最终可以宣布 他们在抗击病毒方面取得了成功 这挺恐怖的 就你这么大个国家把疫情的信息盖牌了 人们都进入了一种信息的黑洞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 路渡社今天这个报道也聚焦 中国的疫情 它的标题是 北京从清零的愤怒转向了应对感染 12月11日周日 北京的新冠疫情加深 许多商店和其他企业关闭 有位专家警告说 由于中国以前的新冠政策的愤怒 让位于应对感染的担忧 因此有数千例新冠病毒的病例 在上个月针对清零政策前所未有的抗疫活动之后 中国周三取消了大部分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 但在定期检测的规定被废除后 北京等已经在最严重的疫情做斗争的城市经济活动急剧下降 周六北京卫生部门报告 新感染病例1661例 比12月6日下降了42% 而12月6日是国家政策大幅度放松的前一天 但有证据表明 这座拥有2200万人口的城市 还有更多的病例 而且每个人似乎都认识感染新冠的人 一位在北京一家旅游和活动公司工作的女性说 在我的公司新冠阴性的人数几乎为零 也就是说都感染了 我们意识到这无法避免的 每个人都必须在家工作 星期天是北京商店正常营业日 通常很热闹 尤其在历史悠久的石沙海街区等片铺精品店和咖啡馆的地方 但这个周日很少有人出门 北京人口最多的地区朝阳区的购物中心几乎空无一人 许多沙龙餐馆和零售部门都关门了 那么第三个方面报道 今天彭博社报道高僧的总裁 高僧是一直在算中国什么时候开放 他们非常坚定的是中国三月开放 但是从目前来看 就西民的步伐比高僧的想象还要快 现在已经算是大部分政策都已经放开了 那么高僧的总裁目前正在中国 在上海举行的金融峰会 他做了一个发言 他认为中国重新开放之路将会预阻 经济环境可能更加艰难 就他认为这一次开放 可能不会像中国官方想象那样的一帆风顺 可能会有一些大的波折 甚至会有重新大面积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 那么最后我再与网友们一起讨论一个 就这两天很多人在讨论的问题 就习近平究竟错在哪 或者习近平为什么会输 因为有一些网友很朴素的表达 说习近平搞清零你们批评 习近平放弃清零你们又批评 好像左右都不是 这个可能你还是要回到事实上来讲 这个不是关乎习近平个人的事 因为这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事 如果关乎习近平仅仅是他个人的事 没人在这个事上去较真 那么LTE想就这个问题 想做六个方面的来分析 就是我们首先第一的是 我们批评习近平什么 习近平错在哪 有人讲说过去三年清零下折腾都白干了 这个也不是实求是坦率来讲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过去三年当中 习近平也好或者中共也好的得失 那么在第一年2020年 在2020年就全世界没有出现经过认证的 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疫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2020年 中国采取这样一种封控 清零式的封控 这个政策并没有引起中国国内 或者是国际上的不满或者批评 没有大的问题的 因为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就是这样的 当然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可能说他这个更好 但不管怎么样 在2020年就疫情的第一年 习近平的防疫模式 并没有成为国际的一个焦点问题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评论 就习近平位置错在哪 他第一年 他并不是个矛盾的焦点 第二年 到了2021年 美国的辉瑞德国生物科技和美国的莫德纳疫苗 已经开始大规模向全球提供 那么从2021年的上半年开始 西方国家由于疫苗的接种的这样一种推广 就陆续宣布开放 那么中国仍然坚守动态清零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清零模式是有一些争议 但还谈不上强烈的反对 甚至还出现了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很自豪的说 你们在疫情下能够生活在中国 你们就偷着乐吧 就好像是你在疫情下 你如果在其他国家 你不是在那地方感染了 你就是在躲避感染 你看在中国你看什么事没有 当然了2021年 中国的南京 中国的西安等等有些地方 出现一些零星的疫情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公属公有理 婆属婆有理 有的人认为中国防疫模式不错 有的人认为这个防疫模式是难以持续的 那么到了2022年 到了第三个年份 中国的这个防疫模式就成为世界级焦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2021年的11月份 全世界开始 全世界的病毒类型就已经进化到奥米克戎 那么奥米克戎的传播力非常强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即便是按中国共产党这样 全世界最独裁的方式来进行清理 也清不了你 疲于奔命 那么上海的封城 让全世界围观 上海人难为不堪的被那样一种封两个多月 出现大量的人道灾难 这个是让中国的清零政策 就第一次成为世界舆论的这个焦点之一 就人们明显认为习近平这么做是不对的 因为奥米克戎你防不胜防 你只能选择与他共存 那么你共存的模式 并不是习近平给人家扣帽子躺平 你共存的模式还是要积极的推广高科技的疫苗 而把这样一种感染的峰值压低 扁平化 曲线扁平化 这样让他慢慢度过疫情风暴 你谁都躲不过去的 但是大家可以翻一翻上半年的这个报纸舆论 中国专家也提出来 你是斗不过去的 包括张宏也讲过 但是很快被扣上这种汉奸的帽子 包括习近平在5月4月政治局会议上 他亲自做的讲话 5月4号政治局会议上 习近平说坚持动态清零 反对同反对动态清零的言行做斗争 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 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做斗争 这个就习近平一意孤行 错误的防疫政策做了一个注解 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国际普遍的舆论来看 就习近平他明显的错误错在哪呢 就错在2022年应对奥米克戎 这个是明显是错误的 那么在2020年之前 实际上国际舆论还帮习近平做开拓 就中国为什么不能开放 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多进口疫苗 中国的本身的疫苗效率又低 所以说暂时的封控 起码没有人来单于中国这件事 但是到了2022年 你明知道奥米克戎封不住 你还强行那样的 用非常独裁的方式来进行封城封控 制造大量人道灾难 而且不能持续 你如果封控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你看习近平不是讲 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 我们又打赢了上海保卫战 花音未落 成都等你去打保卫战 重庆等你去打保卫战 广州等你去打保卫战 天津等你去打保卫战 北京请你去打保卫战 还有完没完呢 所以说疫情的三年来看 最明显的失误就是第三年 就RT也不主张 你说习近平三年清零啊 都戳戳到哪去 因为你考虑到中国实际这种情况的话 明显的错 就国际舆论 注意到中国的防疫政策问题 就是2022年 这是习近平错 错在哪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那种 清零的政策是不对的 为什么要改正 主要是从三年疫情的状况 疫情的变化 习近平他没有根据 病毒本身的变化特性 来调整抗疫方针 所以他这种独裁式 家长式的武断 让中国在错误的路线上 走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来讨论 他动态清零是不对 人家现在放弃动态清零了 怎么你们又来说呢 这就牵扯了我们今天讨论另外一个重点 就习近平他这一次新失调 他是在否定他的动态清零 但是他在推行这个新失调过程当中 他缺乏一个政策的过渡 就举个例子 就习近平他这种防疫的姿态 他从二十大之前的严防死守 突然过渡到现在酒后驾驶 就习近平现在对中国的防疫 他就是一种酒后驾驶的状态 就让这些西方鼓吹共存 反对这种风控的人 看了之后都感到可怕 你可怕在哪呢 第一可怕在现在官方 他不告诉你疫情怎么样了 你起码你不管美国西欧洲 疫情有多严重要特别严重 你让我老百姓要知道 如果不是特别严重 我不在乎 如果整个社会特别严重 你一定要告诉我 现在你看北京 他连他实际的临头都不到 他公布的疫情 他不告诉你 第二 中国内部倒计时的工作时间 是到一月底 才完成老年人的疫苗接种 那么这个也是放开的前提 国际公认的放开前提 但是人家习近平呢 提前一个月先放开 就老年人的疫苗接种计划 还没有完成 我放开了再说 那么放开了再说 对这些老人来讲 那就是毁灭性的 所以说习近平他从一个极端 突然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这是一件非常诡异的事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批评 动态清零部队 为什么又对目前 应对疫情的方式过于放任 甚至是掩盖疫情的 正常的数据的公布 这个是目前批评习近平的 防疫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你即便是由于我没有做核酸 我没有办法统计准确的感染数 但是中国的医疗专家 国际医疗专家 早就给中国政府提了建议 你们这个时候 要接受武汉当年的教训 你们要公开 比如说北京 要公开医疗资源的占用程度 就目前你离医疗崩溃 还有多远 你的急重病人 由于新冠肺炎的急重病人 占用了多大比例的急救设施 你这个得让北京老百姓要知道 如果这个消息他不知道的话 那整个城市 整个社会是发蒙 你看香港 他也是从清零过渡到共存 香港不仅公布这个核酸检测书每天 还要公布这个抗原检测棒检测的确诊书 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公布的 但是北京官方呢 目前他不公布核酸抗原检测棒检测的 当然了 他也没有那样一个报告的机制 所以说你即便这些数据 你说你掌握不了 你不是故意造假 但是你要公布你的医疗资源的占用情况 你不能把这个也盖排 这是第二个 对目前的防疫政策有点混乱了 就大家的不满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有关国际舆论也在讨论 就习近平为什么 从一种极端的清零 突然过渡到这样一种 没有过渡期的大尺度的放开 人们也在探究习近平 他究竟是 他是怎么想的 因为你这个周南山他们 习近平怎么说 他怎么说 张悟宏尽管是敢说点真话 他大体上也是按 习近平说不能再说了 他就不说了 习近平松一点 他又敢说 所以整个国家还是看习近平 就习近平怎么想的 那么目前的舆论呢 无非是三个方面的判断 就第一个呢 是所谓的这个妥协说 妥协说呢 是因为习近平用这种啊 清零政策 劳命伤财 当然也辛辛苦苦 最后换来了大反抗 最后换来了 民众要求他下台 那么这个对他来讲 他认为啊 我好心好意给你们动态清零 你们要我下台 那这个不行 所以我在动态清零这个上 我可以让点步 但是你们别让我下台 这就是所谓的妥协说 第二个方面说法呢 就是报复说 就习近平呢 他对中国社会啊 要求他下台这件事 耿耿于怀 他认为 你们的命都是我给的 你们现在还要来 要我下台 那好啊 那我不清零的让你们看看 你们会付出什么代价 我让你们自己教育自己 这个呢 观点呢 在海外也有很多人呢 在谈论这种观点 就习近平呢 他就是一种 报复社会的一种想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也很有意思 说习近平呢 真正的搞终身制啊 是必须明年三月 两会上连任国家主席 那么明年三月 怎么能够顺利连任国家主席呢 那么有两种技巧性的方式 第一种技巧方式呢 在明年三月之前呢 大家都在封城 都在清零 动态清零 这个就与中共二十大一样的 哎 你们都在那边忙清零 我在北京 开会 这个呢 对他这个连任呢 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清零这个戏呢 演不下去了 因为太多人都反抗了 都让他下台了 所以 用清零模式 一直延续到两会 这一招 不能用了 哎 另外一种呢 也不实为一个计策 假如说 在明年三月以前 中国形成了 疫情的高峰期 数以亿计的人 都被感染了 人们都 惶惶不可终日的在 躲避这种瘟疫灾情 哎 那个时候啊 对开两会呢 也不会引起太多 中国人的注意 哎 也有利于呢 他实现这个终胜制 所以说 目前这种大尺度的放开 对明年三月的两会 的稳定性 某种角度来看 是有利的 所以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能够看到 为什么 过去批评 习近平的动态清零 是误国误明 主要是他没有根据 病毒的特点 疫情特点的变化 而采取更科学的 应对方式 那么结束动态清零 应该是一种 认识上的进步 但是从技术上来讲 必要的过渡 必要的准备 还是应该有的 那么习近平呢 他体现了一种 不负责任 体现了一种疯狂 那么究竟 他这种不负责任 这种疯狂 出于我们刚才分析的 三种可能性的 哪一种 不得而知 但是至少 这不应该是中国 国家治理 应该有的这种水平 那么对于普通网友来讲 面对这样一种形式 你只能够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家人 因为你去批评他也好 你去抗议也好 你首先你要 保证自己的安全 那么今天 LT看了一个 很重要的观点 包括美国 也有专家谈这样的观点 尽管最终 每个人可能都会感染 但是你不要去 天而走险 并不是说 越早感染越好 也并不是说 你一定躲不过去 这样的感染 因为感染 毕竟会带来一些痛苦 以上就是 今天与网友们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